是騎著摩托車 心情不好 騎摩托車從基隆去到伊朗 然後就是滿臉都是那種 滄桑的那種種情 今天我們也是一家 為什麼人就一家好好在圍爐 在過年 為什麼我們就來人家 我們自己一定會調研 所以說我經常過年時 我自己都說 在艾斯伊朗廟口那麼走 那些心灌 那些心聲沒有人會體會 多少個過年 你媽媽孤單一個人 不曉得等不等得到兒子回來那天 歡迎收看台灣幾十五 我說沒想 軍事監獄 因為洪洞秋事件 在2014年已經全面地走入了歷史了 而當年全國規模最大的軍事監獄 就是這一座新店軍艦 也就是外界所謂的明德山莊 這也是傳說當中最可怕 最恐怖的一座軍事監獄 因為這一頭所關押的都是重刑犯 每一人都是狠角色 也因此軍方在管理方面 特別嚴格也特別謹慎 稍微不注意 可能就會出亂子 但也可能是因為高壓的統治管理 情況之下 容易引發受刑的人不滿 這情緒累積之後 一旦爆發 就容易挑起內部 兩派人馬都 其中規模最大的一起暴動事件 發生在1990年的9月19號 事實上 劍爆的時候已經是兩天之後的事情 消息整整封鎖了兩天 別忘了台灣在1987年 才剛剛宣布解嚴 在當年那個時空環境底下 怎麼可能容許類似的滋饒事件 在一座封閉的軍事監獄裡頭 讓它鬧了兩天兩夜 都還沒有辦法收拾呢 這其中究竟有什麼樣的內幕嗎 我們來看看照片裡頭這位大哥 他就是當年其中一派人馬的老大 他叫做李茂林 當然他現在已經金盆洗手了 他在基隆擺個攤子做點小生意 當他回想起 當年這一起的監獄暴動事件 依舊是心有餘悸 他說當年雙方人馬殺的是 已經見紅見邪了 眼看狀況已經沒有辦法收拾了 還好軍方最後派了一部怪獸 在接近後面的這一堵圍牆 打穿了一個大洞 派了一部車子進去 所以把他和其他一百多位弟兄 全部接走 否則他恐怕是沒有辦法 活著走出這座監獄了 站在高溫油鍋前 炸著天婦羅的 是老闆李茂林 這是一般的碳商 就像一點一點的而已 像這種的一點 有多少會噴熱 對…圍塵巴 做生意賺錢 彈起油疤 那只是個小傷 對李茂林來說 過去混黑道 打打沙沙 受傷家常便飯 看大小 倒是一顆 倒是一顆 你說因為當時腳筋 斷掉這隻腳筋 左腳的斷了 所以變比較小隻 萎縮一點點 對…有沒有那個肉沙 有 很明顯的 很明顯 一大片 剛出就是 16歲你能自信嗎 是個卡 其實機運裡面 是個大人卡 你如果沒有機器絕影的話 你不會認識那麼多人 第二個 你在那個環境下 江湖的味道非常的重 中地的味道非常的重 是嗎 那對 然後那個大朗鋼 會造成一個人心態的改變 我關過了 然後 反正經營長怎麼樣子 然後又遇到的一些老大 然後出了經營之後 有的人出來了 大家都有聯繫 然後就越混越離譜 台北市中山區熱鬧繁華 燈紅酒綠 八大行業盛行 李茂林從少年官部所出來後 他看準要闖出名號 就得從兵家必爭的地盤混起 今天我更離譜 因為那時候我的格局 已經不是在基隆市 在台北市的中山區 在林深北組織的 包括一些幫派的 我們都有接觸過 然後因為中山區就是一個 在我們台灣來講 中山區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黑社會的聚集點 然後我就是在那邊這樣子 跟他們拼搏 拼搏 然後在那邊賺錢 然後在那邊生活 那時候好像已經有BB Call 然後他也不知道從哪裡 得到我的BB Call 那個秘書公司的電話 然後就留言 那我就回電話給他 然後他說很想我 我去帶他去買的衣服 然後整個包包都是 心心都是一叠一叠的 媽媽傻眼 那你怎麼可以 這麼年紀可以有那麼多情 我沒有 如果突然 跳的時候我就這樣跳起來 一定就是還有事情 常常夢到 夢到人家在追殺他這樣子 我就 我就在後面一直追一直叫 叫到自己醒來 李茂林的媽媽 二十幾歲就離婚 獨自撫養兒子 可是媽媽根本管不住他 李茂林在複雜的黑道 逞胸鬥狠 沒被抓 反而是當兵抽到東影 因為逃兵被抓 逃兵 閉關這裡 快點 他玩過頭就不想去 那不想去那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逃兵嘛 防衛兵義嘛 就是只有 沒有打不了 沒有打不了 一兩年而已嘛 一個月嘛這樣子 結果 因為我們那時候 雖然在台灣已經檢營 但是在金門媽祖 算還是在建營當中 所以說這樣的逃兵 叫做什麼 敵權逃亡 在受了軍閥的制裁 它是沒有假釋的 七年就是要把七年關賣 射犯軍閥 他被關進那座傳說中 神秘恐怖的星殿軍艦 這一關 差點讓他死在裡面 現在這個就是 現在這個就是以前的國王部 新殿監獄 軍艦 那軍艦 對 那現在已經改成了 是角正署的一個熱界鎖 因為當初的那個 就是好像一個搏鬥的戰鬥員 那我很熟悉說我在這裡 我會走到什麼樣的情況 所以那時候就寫了信告訴媽媽說 如果要離開這個地方 我就是到司法 然後不然的話 我在這裡可能會沒有生命 完整的這樣子躺 走得進來是躺得回去的 走了進來恐怕得躺得出去 這就是江湖上令人聞風喪膽的 明德山莊 李茂林他關過那麼多的監獄 他當然知道監獄就是一座 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 但是當他踏進新殿軍艦之後 才發現這裡的競爭更加的殘酷 因為這裡所有的人 幾乎每個人都練得 跟肌肉棒子一樣 在這裡頭你想要生存 你想要當老大 你就要把自己拳頭練得更大 我們來看看 這座新殿軍艦它的模型 從大門走進來之後 你還必須要穿過 兩堵的高牆之後 你才能夠進到 這一個所謂的高度介護的二客 在這裡收容的都是令獄方 感到頭疼的人物 其中當然包括李茂林 他就被關在里員的社房 平常每一座社房 每一座工廠 都有自己的老大 也就是一種自己的小弟 自己管好的概念 其實這也是當年所有的軍事監獄裡頭 他們在管理方面不能說的公開秘密 還有默契 高總圍牆鐵絲網隔開外面世界 新殿軍艦內鐵牢生活不為人知 曾在這被關了兩年多 李茂林說像是一場惡夢 這裡面的經歷真的是在監獄裡面 我走過了大概台灣大概九個監獄裡面 法務部比較按著司法規律在走 那這個軍艦 但軍艦比較封閉 戰鬥員搏鬥的一個場所 高壓 高壓 高壓管理 真的是高壓管理 想大我會怕嗎 當然我怕 走在舊軍艦旁 李茂林回憶拉回20多年前 那個才20多歲的他 被關在裡面的日子 那個就是一個牛馬訓練的一個場所 大家在比大條嗎 對 然後還有比那種英雄主義的 比那種那個膽色的 都是在軍事監獄裡面 因為軍艦大家都是20歲 那20歲剛好都是我 我去放鋼的那種年輕人 我們在受刑人 我們也是要替政部 然後我們有比賽 也有體能比賽 當時新店軍艦除了貪污軍官 大部分官的是逃兵分子 各個血氣放鋼 愛趁兇鬥狠 我第一次到金娟的時候 我看到的一些都是那種 有胸肌 然後有手臂的肌肉 有背肌 它是有搏擊的場所 搏擊的一個據點 是所有受刑的搏擊場所嗎 對 然後在那邊展示個人的 膽色的那個地方 那你要有膽色 你要經得起那些人的群 那些人的戰鬥 所以說在軍軍的時候 我們只要你有空的人 有一點地位的人 都是在訓練你的身體 都是在健身的 為了不被人欺負 每個人時時刻刻提防 受刑人間自治控管更可怕 過來 我去找你 兩個小時一個班 就像我們在 在在守大門的那種 所謂的那種方式在管 最外層 最外層 內層裡面 內層裡面都是受刑人管 受刑人 以報之報告 是這樣的 國有國法 常有常規 你進來了 這是一家人了 可是規矩呢 一定要遵守 高壓管理就是 用兄弟的方式在管理 用黑社會的倫理在管理 黑社會倫理 軍艦裡運作 想平安過日子 就得賭博上繳保護費 就像一個工廠裡面有一個倉庫 然後就叫我們的受刑人 來賭博 來捧場 錢哪裡來 從他們的家來 寫私信 寄錢到另外一個單位 那個單位可以以為 我們把現金拿進來 在黑社會裡面 不然歐利用嗎 這樣用嗎 直接賭場一樣 那個模式是一樣 你贏了 你還要再 你還要再 輸到你輸了 你輸了錢之後 你就會有另外的一個 一種待遇 就好像用錢買 用錢買那個 單位的單位 小金帳 貧獎 那這裡的規矩呢 就是沒規矩 你們倆好好聽話 別惹事 長官在的時候 就聽長官的話 長官不在 就聽我的話 一般受刑人 花錢買平安 李茂林靠著過去幫派背景 被選為工廠帶頭大哥 但要當大的 沒那麼簡單 當初的一些幫派呢 我們的幫派剛好在成長 那也得罪了很多人 那這些人呢 在裡面少有基礎 在控管的那個 當自治員的人 都跟我們有摩擦 在裡面想要爭有一席之地 不讓人家欺負 不讓人家占我便宜 然後我就會很保護自己 當時新店軍艦 惡客高壓介護區內 六個工廠 仁 愛 禮異 廉恥 和中央台廣場 形成八卦形 每個工廠各自為政 但是有人喊修廳 兄弟們就會工廠 當時在軍艦 所要發生暴動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都已經講好 打壓被修廳了 你叫油拔 當時的串點就是 以兄弟的角色 以那一種幫派的角色 那一種劃修廳 劃修廳 劃修廳的那種狀況 修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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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藉口是說大家 相挺 要對新兵隊 反抗 反抗說對你們太苛刻 或是什麼 對 對 然後管理的太高壓管理 這樣子 我們要去抗爭 民意 大家要串聯 對串聯 出來到一個中央台 結果反過來衝我們工廠 帶了一些工廠的一些生產器具 丘利亞 然後小刀 就小刀 水果刀 綠絲那一種 剪刀 然後拆開這樣子 然後衝過來 我說撤 然後大家都撤 撤到後面 有好幾個沒撤的 我還是把他們給拉進來 最後門要關的時候 就被他們那個顆石頭給砸到 就因為關了那個門 那一天我們才沒事 李茂里沒料到 被過去仇家擺一道 辛仇就恨 這口氣很難吞 然後先兵隊也想 部隊嘛 就想因事這件事情 然後就從中做談判 說你們不要這樣子 自我殘殺這樣 我說覺得面子沒有 丟了臉 然後我就開始策劃 我去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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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子掛不住 以後要怎麼混 李茂林要狠狠的報復 表面上相安無事 私底下密謀反攻 這期小規模的另一部鬥牛事件 當時只花了三個多小時 就被評定了 軍方當時一共派出了 一百多名的鎮暴部隊 在這次的事件當中 李茂林趁機剛好觀察了 預防才面對類似的暴動事件 整個處置的SOP的標準流程 同時間她也交代自己的小弟 每天從工廠離開的時候 偷偷地夾帶一些鋼架 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 把它磨成一把 又風又立的武士刀 另外一方面 她是進行全盤的殺盤堆演 包括是責任分工 包括是誰要去搶鑰匙 誰要去關門 這些東西她都做出了 仔細地分配 接下來就是發動時機了 她決定在9月19號的晚上 8點鐘發起攻擊 為什麼是8點鐘這個時間點 因為根據她的觀察 每天到了8點的時候 所有的憲兵都會被集合到 大門口旁邊這個觀察 進行晚點名 現場只會留守一名憲兵 這個時候可以說是 一天當中整座監獄 防備最為鬆懈的時候 同時也是對方人馬 新防最為軟路的時候 因為這時候所有人 都集中在工廠釋放裡頭 在看電視 當電視聲音 被轉到最大聲的時候 也就是李茂林 他要下達攻擊指令的時候了 那電鑽那個頭 我叫廠商買了一個磨石的 那種電鑽 裡面有一個小小的頭 還有戳刀 我相信戳刀戳 因為我們的裁縫機是鋼架 它會有報廢 那報廢了鋼架的筋骨 我把它拆一下 拆幾下 一直一直磨著武士刀 大概做了二十幾把的武士刀 做了大概十幾把的槍槓 武器磨製劃一個月秘密進行 接下來任務編組 誰搶鑰匙開門 誰帶頭衝 誰負責擋 沙盤推演 兩個月過去了 但是要挑什麼時候發動 新店軍艦收封就請是九點 五點到八點 受信人聚集工廠看電視 大家聊天放鬆 八點這個時段 只會有一名獻兵留守戒戶 其他人在另一個區塊 進行連隊點名 林茂林盤算著 八點是戒備最鬆散的時刻 可是怎麼樣能夠同時 把各工廠的老大壓制 他想了個辦法 平常獻兵就默許各老大 穿梭工廠串門子 於是他設下鴻門宴 邀請他們到他那賭博 聊天泡茶 正好前一晚有人送酒給他 林茂林心想 Bingo 那就選 9月19號這天行動 工廠大概有130個 那132個人我分了五組 同步的發了一些兇氣 然後每一組 都有每一組的幹部去代理 你供哪一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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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好了 然後誰跟誰 誰跟誰是一組 那晚上的8點 把所有的音響跟電視 轉到最大聲 那時候我們就是攻擊 五組人馬從五個工廠 站崗憲兵人單是茅 就搶憲兵隊的鑰匙 設防鑰匙 一個開一個開一個開 看 賀死 那個幹部叫什麼名字 叫小偶 你不要在那邊下班 村的沒問題都在那邊下班 沒你們的事 我全隊是三民 關進去的時候 五個場所都控制下來 跨不到半個小時 攻擊成功 御方措手不及 因為有了暴動之後 陷兵部隊馬上撤到一個防火牆 他會撤到一個 馬上一個防火牆 不讓你逃逸的那種狀態 所謂防火牆 就是介護去工廠 對外有個中門 預防確認 沒有事關兵遭夾齒或攻擊 先封鎖全區 觀察 可能跟平常蟹鬥一樣 冒完就收手 但是情況 越來越失控 我就叫他們 把這個銅線綁起來 讓它止血 我要的是他的傷害 讓他永遠記得我 我不是要他死 只是教訓 殺紅眼 真的是殺紅眼 而且那種殺紅眼的那一種 那一種是 已經把我未來了 人生家庭什麼 都已經沒有在我的腦海裡面了 都已經拋開了 監獄內一場混戰不可收拾 但高牆外 老百姓只能隱約知道 不太尋常 接到公司的通知 就說 有舉光路附近的居民 打電話來 說看到軍艦裡面出事 因為可能夜間嘛 所以他們可能有看到火光之類的 所以說 又看到消防車 還有救護車這樣進出 就很聯想說裡面應該是出了大事 就先用電話問了一下消防隊 消防隊說不清楚內容 只接到通知要待命 所以說 對 要待命 所以我那時候 第一個先趕到消防隊 看能不能說 藉由他們消防車進去 跟著進去 待到十一二點的時候 其實都還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就連記者都還能靠近嗎 還是怎麼樣 對 平常我們是不會有任何管道 可以跟他們接觸 守了一整晚無法突破 但是身為記者 唐富年直覺裡面肯定有狀況 他打了通電話給神秘憲民 找到一個非常可靠的管道 然後這個人他 他是算是當時是憲兵單位 而且是軍官 軍官級的 我跟他通報這個消息的時候 他都還不知道 他很訝異 封鎖得很嚴重 對 憲兵是軍中警察 那你軍艦發生的大事情 憲兵隊一定要知道 檢見了當時那個軍艦的單位 他們可能是連內部 他們都要封鎖 我說你的身分一定可以進去 你負責把我 把裡面全部東西都 都把我搞清楚弄出來 十幾二十個受刑人 被砍傷送往軍醫院 媒體開始打聽消息 預防眼看 瞄頭不對 被報國防部 林茂隆說 看見直升機在上空盤旋 應該就是為了要掌握情失 射擊是兩派的人 他們原本可能就是互相看不爽 然後應該講說他們在社會上 他們還沒有進軍艦之前 他們其實就有一些 嫌隙幫派的問題 那所以在裡面可能又會 對 就是有心仇加救恨 在軍艦內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 這種事情其實是經常有的 只是他的消息當然都會被封閉 那這次是因為實在鬧得太大 而且是有十多個人受傷 受傷 還送醫院 所以這件事情他們就必須 當媒體在問的時候 他們也必須透過一些管道 把這些訊息放出來 紙包不住火 預防同時跟李茂隆談判 典運長開條件 至少要交十個人來負責 並且送軍艦 李茂隆拒絕 可是有七百多條人命在他手上 預防不敢輕舉妄動 雙方每三四個小時談判一次 來來回回 僵持對峙 跟那個憲兵隊談判了大概一天一夜 漫長等待 餓了就吃泡麵乾糧果腹 直到21號清晨7點才達成共事 李茂隆和兩個幹部扛起全責 送司法審判 於是他們帶人到中央台廣場繳械 憲兵派人收武器 這時候以為就要結束了 忽然間裡面有了新兵隊 因為新兵隊有新兵隊 每個工廠都有新兵小組在管理 他們有他們跟受刑人的交情 偷把鑰匙丟給他們 當時李茂隆就把他的死對頭六百多個人 通通鎖進了這幾座設防裡頭 和軍方談判的結果 軍方也答應他的條件 整個事件看似就要平息 就要落寞 沒想到就在這個時間點 不知道是誰偷偷地把幾串的鑰匙 丟進了設防裡頭 當這幾座設防的大門被打開 當對頭六百多人一口氣衝出來的時候 整個情勢瞬間地逆轉了 李茂隆和他的一百多位弟兄 反倒是被逼進了李仁的這個設防 他們緊緊地把門給關上去 因為雙方的原力實在是太過於懸殊了 六百多個人打一百多個人 而且還不放過他們 立刻派人到廚房去把煤油給拿出來 倒在棉被上面放火燒 想要把他們給燻出來 好在在他們躲的工廠後方 正好有個水池 一百多人就跳進了水池裡頭 把毛巾沾濕了 污住的口鼻才沒有被嗆死 我這個時候軍艦的狀況 已經完完全全地失控了 一群人在那邊叫囂 在那邊吶喊 軍方如果再不出手 再不動員所謂的鎮暴杜隊 進來解決這個狀況 李茂隆和他的一百多位弟兄 恐怕最後不是被活活燒死 而是活活被打死 歡迎回到台灣起訴 我說明翔 剛剛我們說到了 原本李茂隆所控制的場面 因為有人偷偷丟了鑰匙進去 結果大逆轉 他們反倒是被關進了 李源的社房裡頭 外面還有熊熊大火在燃燒 我們來看看當年的報紙當中 也提到的這一點 熏蛇出動 這就是對手使出的招數 在外面燒把火 希望把他們熏出來 然後再攻擊他們 不過當時由於現場 可以燒的東西可能並不多 所以這個火石 在燒了兩個小時之後 就自然熄滅 滅了之後 雙方就拿起了石頭 裡面丟到外面 外面丟到裡面 互相地攻擊 這鼓噪聲音之大 據說當時附近的 大台北華城的居民 都聽得到 西竹少年監獄暴動 鼓噪燒棉被 場面混亂 但新店軍艦 那場受刑人 復仇行動 更為失控 李茂林本來攻下五個工廠 結果被逆轉局勢 反而遭到六百多人圍攻 一百三十人 五個工廠的人 丟棉被的丟棉被 燒棉被的燒棉被 往我們工廠丟就對了 往我們工廠的屋頂 他們攻不進來 他們就從屋頂窗戶什麼 因為監獄 監獄窗戶一定都有籃碗 他也進不來 他說只有丟什麼 還到廚房滾棉被 然後點燃了之後 把它丟到我們社房 大火燒 濃煙竄 又熱又嗆 一百三十個人 受困工廠裡面 前無出路 後無退路 每一個那個欄杆這麼粗 一次一次融化 燒融 燒融化 那裡面那個整個煙啊 嗆啊 那我們你知道嗎 我們全部的人躲在哪裡 我們就是工廠有兩個出水池 全部一百三十個人 跳進那個水 一打開那個水龍頭 用毛巾固著臉 被圍困火工十幾個小時 從白天到深夜 暴動進入第三天 又餓又累 活下去的希望 越來越渺茫 我講真的 那時候我掉了眼淚 我真的想我害死了大家 真的 怕說保不住手 然後我們的身上都是血 然後那個水池都是血血 那現在有沒有覺得自己走不出去 我是怕傷害到哄我場的人 生命受到威脅 那我會是很大的罪惡感 軍艦淪陷全面失控 怕趁亂逃獄又怕傷亡擴大 軍方大舉調派支援進駐 三千多個包含哪些大陸 憲兵警察還有陸軍 鎮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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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為了保護我們 叫挖土機 從我們的工廠 敲開圍牆 警備車倒退進來 進到我們工廠的門口 幫我們接著 按照你的訊息講說 缺口是後來把它打的 打掉的 那我合理推斷 他們講的是有可能性 因為裡面到底有沒有在施工 我們也不知道 他們告訴我們說 這邊有一個缺口 是因為我們平常施工車輛的速度 這可能是他們想好的一個說字 軍方為了掩飾的一個說法 對 因為你說大到 我沒辦法把人從正常的管道 來壓制或是控管 然後他可能要掩飾前方的情況 是非常非常危急 他們不敢把這個危急的狀況 很清楚地說出來 所以他們就聲稱說是因為施工的缺口 去綁瀆在那邊 我覺得這點是真的有可能性 打開這個門有點像是你的生死門 是這樣說嗎 有這種感受 如果沒有這個怪手進來 沒有接到門打開 那一次的軍捐暴動 我們可能都132個人瓦解 全捐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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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就是性命已經到人員的通知 我媽趕去 我只看他一直哭都沒講話 我真正看就真正 那整個心好像都 水魚 像我感覺又有救 那血流那麼多的又有救 聽說是真正的 我還不知道說事情有那麼大條 根據當年報紙的報道 當年這一起暴動事件 一共有18個人受傷送醫 而在事件過後 軍方也立刻進行了相關的檢討 以及懲處 我們來看看 事後的檢討報告當中定料 這是一起由幫派分子 煽風點火所引發的監獄暴動 但荒謬的是 軍方不是比一次強調 在部隊裡頭 是不許允許有幫派的存在嗎 但為什麼待過軍艦人 又明明知道 軍方是默許幫派老大 自己管自己的 等到出了大事情之後 又會把責任通通都推比 幫派姿勢呢 再來看到 在當年 國防部向監察院 所提出的報告當中 也列出了懲處的名單 包括是 軍法局第一處的少將處長在內 有18名的失職人員受到懲處 至於帶頭姿勢的李茂林 他則是又被多判了 十年的有期徒刑 你看行奇越關越久 不知道哪天才能夠重獲自由 但是做媽媽的 不管兒子被關到天涯海角 他是永遠不會放棄的 他永遠在等 兒子會有浪子回頭的那一天 接棍 接棍 然後接刀 我已經請接他的刀 刀子所以這一條 對 很大一條 對 當時手應該都斷了 其實都萎縮了 然後這是沒有感覺的 然後快斷了 這一整條 當時狀況也很好 這一整條是裡面不能斷 要開刀 林茂林手上常常傷疤 是軍艦暴動留下的印記 他也從此成為黑名單 我服彎刑回來之後 要去證明說 我不用再服役了 然後那個 去到團管區 申請的 停役令 結果他跟我講 你不是停役 你是禁役 我當過兵的 他們都會有兵棋號碼 不管你退伍多久了 你都會有一個編號在 那個就是你的身分證一樣 但是我是被劃掉 你現在是被除掉 被除掉 一般來講 在團管區辦 你就可以馬上拿到 現在都電腦劃 但是你的要兩個禮拜以後 才能拿得到 我說為什麼 我趕著出國 他說你 你是一個機密檔案 一件密函的那個 檔案的號碼給你 他說動919事件 一個機密檔案 新店軍間暴動帶同鬧事 他暫緩執行逃兵的行責 先以往司法關10年 軍事還沒關完的部分 先暫停執行 然後送到土城看守所 移送到台北法院 那我就開始在受審制當中 又被移轉到土城看守所 然後被隔絕起來 二清專案的全部的人 各個家庭的老大都在那裡 八卦主委 四台明星級的都在那裡 我們所謂黑社會明星級 就是大咖 幹了這麼轟動的事件 後來又和大咖的大哥搞鬼 李茂林越會越離譜 甚至染上毒品 走上黑社會這條不歸路 荒唐人生 他三進三出監獄 是十八的一頭 一個感覺 我就絕對有九位 我沒有九位 一個感覺裡面 後來七八九位 後來一兩年的 有時候他又換 他吊來吊去 又換 換一位我就去找 他會多餘他嗎 太多了 我不會說 差不多 大安長姓差不多都去逃 他現在就把你寫背回來 聽說他裡面就欠傻欠傻 我們這裡很忙 雖然很不高興 很不高興 你每次都是麻煩我什麼什麼的 發錢無所謂但是我很忙 就會收起 但是收起你看到了 你沒去好像對不起他 心裡又難過 晚上又睡不著 然後再等一等 休息一下就去 這樣 有一次快過年了 李媽媽賣天婦羅 生意最忙的時候 還是特地提前去探望兒子 帶了大包小包他愛吃的 一大早出門打火車 沒想到 到了接見識卻 見不到人 就是在裡面完結了 說不可以回家 心裡很痠 我很不容易 學不容易拿這些東西來 你還沒辦法 在裡面你還要完結 回來那個火車都沒有遇到很多 坐什麼 整個火車的路下 接梯呢 接梯那邊 就是坐在那邊 白色怎麼流 媽媽的眼淚流不停 尤其過年一家人團聚 是他最難緣的夢 哭都沒人聽到 都在房間裡自己慢慢哭 甚至像這樣 逢年過節我跟他一個人 我們大兄 我們大姐 跟我說去他們的過年 我就不怕去 為什麼去 我們見證會傷勤 今天我們也是雞 為什麼人就是雞 好好的去圍爐 去過年 為什麼我們就要來人家 我們自己一定會調研 所以說我經常過年時 我跟他姐姐都要 在愛思路廟口那邊走 那個心聲 沒有人會體會 多少個過年 你媽媽孤單一個人 不曉得 等不等得到兒子回來那天 我已經很不耐了 你一邊過一邊的 讓我感覺說 愈來愈老了 愈沒體力 回來就是一間家 跟他一個人 這樣 民望 就什麼的 每個人都自己來 水頭頭派也自己來 電費派也要自己來 什麼都自己來 我覺得我好累 真的我覺得我好累 精神的累 體力也沒有了 心理又受傷 你說 對不對 就很失望 我想說 我也走了好了 再堅強的母親也有脆弱時候 比媽媽想不開 腦筋一片空白 車騎著騎著 經過一座廟 停下車 向神明祈求 就這樣跳起來 就眼神一直流 一直靠 要求他改變好了 安定 平安安定 把這個脈都放棄了 重心做人這樣 如果有一天他如果正經 你如果保庇我 有辦法說這個 如果變成這樣 我感到用我十年的火燭 來換他這樣 換他的改變 我媽媽那一次騎著摩托車 心情不好 騎摩托車從基隆 去到伊朗 然後就是滿臉就是那種 沧桑的那種酒精 我覺得我媽真的變老 第一個感覺 媽你怎麼老那麼快 她是劈頭散髮 完全沒有整理 那個臉是非常昌滑 右下上騎摩托車灰塵 很憔悴 看著媽媽沧桑的臉 兩鬢斑白 李茂琳心好酸 才看到媽媽那個 那一個 滄桑的那種感覺 那一次對我的效應很大 我會喝完之後 媽媽就有談到說 你要不要做甜不辣 你如果要 媽媽把這個攤子留下來 不然媽媽要把它賣掉了 要頂浪給人家了 他不想做 他很累 那我告訴媽媽說 你放心 我會接 你在等我 然後媽媽還是不相信 在回社房的途中呢 我就很傷心 路很長 然後回到社房之後 大家用那種 心不得人看看 他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都已經被 家人給遺棄了 甚至連一個朋友 來會客的人 我覺得你好幸福 然後我就掉下眼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或許我比較幸運 這樣子 李茂林他當然是幸運的 他記住了他在監獄裡頭 怎麼答應媽媽的 有一天出來之後 要重新的做人 安分守己的賣甜不辣 但有句話說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萬一有一天 有人找上門來了 李茂林 你該怎麼辦呢 歡迎回到台灣啟示錄 我說沒想 先來看李茂林 他做生意的樣子 聽聽他和客人說話的 那個語氣 實在很難想像 他當年真的很狠 可惜 立即全部用錯了地方 讓他白白浪費了 二十多年 天婦羅攤上熱情招呼客人 李茂林駕親就熟 但剛從監獄回來幫忙的時候 媽人起來啊 我都躲到後面炸我的東西 就算必須要炸 但是我還會去炸 你說我們要打架要幹嘛 我們很有價值 但是呢 面對這種消費者的 就會很膽怯 李茂莎來看看喔 人家跟我們說 那個好像兄弟 好像滷麻 有人就跟我們問 那是誰人啊 那是誰人 那是誰人 我跟我說那是我的女兒 對啊 以前就不乖 現在我想要把女兒來勝負賓 我做生意啦 來 老闆娘 要什麼來看看啊 那時候的語氣比較呆滋 像什麼 譬如說 人家你愛什麼 好 你要愛什麼 這一斤 還要拍攝嗎 就這樣很重音的 牛棒 要幾個 三個 好 放下身段 我調整了很久 你花了多久時間 大概兩年 人家愛什麼 好 我要愛什麼愛什麼 媽媽人家要愛什麼愛什麼 還是防射動作 還是防射動作 今天是來看看 萬事起頭難 踏出第一步後 他越來越上手 接手攤位之外 開著車到處擺攤 早上這裡賣完了之後 我們台北市新莊三重 他們有一些是黃昏市場 那我就多早上呢 多炸一點 然後多炸一點 然後在魚箱也多做一點 像禮拜一 禮拜三我都跑松山 靠近禮拜六 禮拜天 像一般的 比較出名的一些市場 然後去金座 人家如果說 一天做八個小時 他一天是做二十個小時 怎麼會休息 他即使休息 他也在思考 我這個東西 產品要怎麼做 今天休息了 就這樣 在我的房間這樣坐著一直說 第一 研討說 這個東西是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我們兩個這樣一直說 說到三四點 我來像你七十五個 一天當三天用 李茂林知道 虧欠媽媽太多太多 拼了命要把浪費的十八年補回來 卻碰到上游廠商刁難 你不吃腳 這天拿多少錢 再賣多少東西 路上一堆 就這樣子 那我也忍下來了 那忍了一段時間之後 可以賣到一天一萬塊的那個 那個族群的時候 哇 裡面的全部啦 行李做得很好 東西很好吃 人家都想什麼 沒有啦 那手把別人拿 聽到這樣的時候很傷心 那我就跟媽媽講 我要打槍 我們現在這種是水砂 它的精靈蛋白比較少 然後這個水砂呢 它的紋路呢 跟我們現在一般的黑砂跟小砂 紋路都完全不同 所以這個海域的不一樣 種類的不一樣 打出來的東西就會不一樣 李茂林跑過去江湖拼鏡 轉化為拼食業 買魚 打漿 不斷研發 從傳統市場小攤古早味 拓展到店面 更創新口味 還沒油 還沒頭 推出大蝦 起司 牛棒各式口味 像這個 這個就是蝦仁 整條都是這麼大的蝦子去剝皮的 這是我兒子 後來才那個研發出來的 然後這個是起司 裡面包起司的 也是他自己研發的 我以前都是古早味 沒有的 分店一家家開 更進軍生鮮超市 還出口加拿大南非 進軍大陸 真空 微波 衛生標準 都達到 所以今年我們才拿到 今年的基隆十大伴手禮 事業越做越大 可是昔日道上弟兄 紛紛找上門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電視說的那是你 我是來正式的而已 他是一個崩敗的會長 所以說我就說 讓我一條路走 讓我好好的過我的生活 我不想再攝錄以前的那種生活 走過江湖路 他不再跟兄弟往來 不過很願意 伸出援手幫助需要的人 教育他們 用那一種做 想做流氓 做兄弟的那個精神 用在你的事業上 這個能量會很大 當初我就是不會 用錯了 用錯了 所以我現在回歸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這些年輕人的時候 我就把他們拉一把 包括一些更生門 包括現在目前 我們在矯正署 基隆監獄裡面 我們也有進駐 去教育獸型人 怎麼樣做漁漿 怎麼樣去做這個甜不辣 要有人拉一把 如同他在黑社會迷失 因為媽媽沒有放手 把他拉回正途 痛氣了 對吧 但是我始終沒有這樣子想過 就是 我自己的女兒這樣說 媽媽 你如果不死心 你如果對我那裡 有耐心 我說 爸爸你如果做人的媽媽 你就知道 自己的兒子要怎麼放手 對吧 我們也想說 我如果放手 他不常常就 更加快 覺得說他很愛 給我帶來很大的 很大的改變 一再的堅持 18年 走過了9個監獄 走到哪裡看到你 你看有誰可以做到這樣子 媽媽不離不棄 親情呼喚 終於患得 浪子回頭 剛開始的時候 我一直想 你不要做那麼大 到後來我會想說 你能不能 真的 他一直這樣跟我說 我已經動 200年了 你讓我好好拚一下 我有什麼可以跟我說 以前沒有怪我們在擔心 現在 現在怪人家 你做 做太大也擔心 我們說 正經做伯母就是這樣 你跟一百歲 也是跟我的兒子 我非常會擔心 平安就好 安定就好 感謝您收看今天台灣啟示錄 我是楊明翔 我們再會了 打完 我可惜 стве童 喜歡 記錄 我不會 記錄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